嗨 大家好 我是文家初 今天天气特别的好 看到没有 而且是草莓的季节了 所以今天带三个孩子来体验摘草莓 走吧 爸爸 哭哭喵喵 我记得秀酒和秀华 就是在这里有摘草莓的 真的 这有草莓 草莓 草莓我们先说好 我们要摘很红的草莓 而且是很甜的那种 不要摘绿色的 不要摘白色的 不然的话很浪费 很红的那种 这个不行 这个不够红 这边一大片都是在草莓的 没到五 可以 小心了 这个也可以 你说的是哪一个 这里 爸爸 这边 好 继续下一关 这个也很红 这个可以吧 这个 这个漂不漂亮 要吃一口尝一下是吗 没有 没有 只能吃一个宝贝 嗯 好 因为这个没洗 甜不甜 香 哇 厉害 你看这边好多红的有两三个 这一个也很漂亮 哇 哇 哇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大哥 哇 这个是见过最大的 太嗨了 哇 厉害 厉害 那个不能 白色的不能摘 白色的 妈妈 这个可以吧 嗯 可以 来 嗯 大哥很会摘草 哇 很利索 这几年的经验 告诉我就是这种越小的 其实越甜 喜达 妈妈 我摘了好多个 你看行不行 我看一下 一定要是红的 不要浪费 这个可以 但是这两个有点太白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拿回去 不要浪费了 嗯 那今天我们做闲饭怎么样 好的 好的 那个是我们还要摘菜呀 摘菜我们村里面就可以买了 快要三盒了 嗯 差不多三盒 三盒送一个给姑姑好不好 好的 下午我们去找姑姑玩 大概一大堆 这么多啊 这么多啊 五斤 五斤 算不过来了 来 快点 准备回家喽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自己摘草莓 对呀 下次过几年我还要来 朋友们今天中午就简单吃一下 做一个排骨焖饭来吃 顺便分享给朋友们 这些食材是回来的时候 您是在村口买的 这是一斤多的排骨 我已经给它焯过水了 然后芋头 胡萝卜 然后尿头部分 我们准备葱丝 跟这个红葱头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就用葱白代替 然后盖香菇 这个提前泡好了 切成熟 然后这个大米的话 我们就提前给它浸泡熟 正中 这样熟得比较快 然后现在我们就开始制作 锅中刀食用油 然后下入适量白糖炒糖色 因为刚好家里面没有冰糖了 所以我们就用白糖 如果有冰糖的话 最好是用冰糖 颜色会比较同样一点 炒成这样生 各式而且冒泡 当入排骨 像这样全部上色以后 我们下入香丝和红葱头 还有干香菇 喷一开米酒 季性更大 像这样全部闻到香味以后 我们倒清水 加入一大勺盐 两勺生抽 大半勺老抽上色 一勺蚝油提前 然后开中大火 剩下煮个三分钟 在煮的时候 这些浮沫表面的给它撇掉 好了时间到了 我们关火 把它盛到电饭包里面 紧接着下入胡萝卜吃跟芋头 然后再用汤匙给它拌一拌 排面水的话 要比平时煮饭要少一点 大概7平就可以了 按平时的煮分键就可以了 等一下就可以开吃了 煮好过后 我们加入蒜苗 翻拌均匀 因为我煮的比较多 有时候晚上小孩子爱吃干饭的时候 就可以多吃一点 太香了排骨饭 开始吃饭了 童子们 还做一个紫菜蛋汤 加一点丸子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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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 煮好味 阿伯 你们来 我来吃葱 葱 嗯 葱葱 妈妈去公园 你去公园啊 我们去找姑姑好不好 去给 弟弟买衣服 好不好 弟弟要周睡了 妈妈给他买一套衣服 好不好 还要周睡 妈妈 弟弟也要去 弟弟也要去 嗯 好吃 姜姐 下回来 太好了 你 我 还看 我 是 我 是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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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雞貝雞 小雞貝雞 小雞貝雞